市府舉辦大園內海產業園區開發計畫工廳位 範圍為緊鄰台61線的內海國小東側 約28公頃的土地 部分人類可能面臨變成工業區的情形 反對開發民眾到場抗議表達反對意見 大園這附近的工業區實在是太多太多 包括這個航工程的產業專區都在開發 也都還沒有廠商進駐 那這一塊農地本身它跟這個所謂的喜挫港的 這個私地的國家私地是比零的 還有這個海岸線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生態跟環境的永續是非常重要的 阿灣是土生土長的地方嘛 土地農地房子都在這裡 還有一個那麼溫暖的學校在這裡 如果給財團來這邊開發的話 那我們這個一個溫暖的學校就會打擾到學生的小孩子 現在就土地那邊就好好的 不會想說開發發展比較大嗎 也沒有什麼作用 怎麼說 我們也沒有什麼作用 宋上陳情初希望市府可以再多加聽取意見重新評估 營進產業對於當地的破壞或是污染都要重新規劃 並且與當地居民在此溝通 市府說明會再聽取各方意見重新調整 我們為了這個發展風電還有這個再生能源清人等等的一個產業 那規劃以低污染的方式 在內海的這個園區來做開發 那這個地方未來也是國道二號 延伸到這個 台六十一的交叉口 交通很便利 那另外以現在目前的一個環評要求的一個標準 那我們一定在這個環評審查的過程當中 會針對降低周邊環境影響的一個策略 來這個提出 那另外我們在今天的公聽會是第一場 那我們也會去傾聽民意 如果有這個民眾有表達相關的意見 我們一定會納入參考 那如果有這個民眾真的表達這個 參與或不參與的意願的部分 我們也都會納入考量 不論是支持或是反對的意見 都將是市府評估或者調整開發計畫的依據 對於供應性以及必要性的爭議 也帶來後續市府的規劃與處理 記者連任風大延長報導